假如有一门技术可以进入别人梦境 你会拿它来干嘛 这群聪明人选择了盗梦 所谓盗梦就是进入他人梦中 通过各种手段得知对方秘密 小李就是这样一名盗梦者 最近他接到任务 要从能源大亨齐藤那里 窃取一项商业机密 如何撬开梦者的嘴 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秘密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小李和搭档炯夫 设计了一个双重梦境 所谓双重梦境就是梦中梦 当我们睡着就会进入第一重梦境 要是在梦中继续睡着 就会进入第二重梦境 这样一来就有了两次盗梦机会 成功几率将大大上升 小李本来信心满满 不想这次却踢到钢板 齐藤是顶级富豪 接受过专业反盗梦训练 即使是双重梦境还是被他识破 小李见盗梦失败 赶在齐藤醒来前逃离了现场 本打算去别地避避风头 不料齐藤手眼通天 竟然找上门来 齐藤过来并不是要找麻烦 而是想和小李作笔交易 让他帮忙整垮对手公司 如何整垮对手 靠到梦吗 不 比这个更狠 既然小李可以到梦 那么反着来 将意念植入梦境 应该也行得通 只要给对方植入解散公司的意念 就能实现降维打击 小李是个通缉犯 听说齐藤能帮他解除通缉 于是答应了交易 新任务到手 接下来就是组建团队 小李来到巴黎 找到天才少女佩佩 让他担任造梦师 所谓造梦师 就是负责设计梦境的人 只有梦境足够真实 才能让对方放松戒备 不然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结果 在梦境中 造梦师可以支配场景 即使物理法则 也能随意改变 不过造梦师并非万能 梦境改变越大 对方就愿意察觉 潜意识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 朝造梦师发起攻击 譬如现在 小李潜意识中的人物 就朝佩佩发起了攻击 一刀刺下 佩佩从梦中惊醒 小李也被惊出一身冷汗 第一时间转动了一个陀螺 看到陀螺停下 小李这才松了口气 这个陀螺是盗梦者的图腾 可以验证盗梦者是在梦中 还是现实 小李的陀螺停了 就代表着这里是现实 佩佩对捅刀的女人很好奇 趁小李睡着时 偷偷接入了她的梦境 原来 捅刀的女人是小李王妻玛丽 为了留住玛丽 小李用记忆建造了这个梦境 在梦境中 她可以和玛丽重温旧梦 还能和孩子们一家团聚 只不过美好的梦境中 似乎藏着什么伤疤 在梦境的最底层 玛丽变得十分可怕 这可能和玛丽的死有关 佩佩询问详情 小李却不愿细说 这也为后头的任务留下了隐患 造梦师有了 还需要其他两位重要成员 伪装师 可以在梦境中扮演他人 药剂师可以提供强效安眠药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 名叫费舍 是个富二代 费舍父亲已经病入膏肓 一旦死去 家业就会传给费舍 如何将解散公司的意念 植入费舍潜意识 这就是盗梦团队要解决的问题 团队调查后发现 费舍和父亲之间关系紧张 可以作为意念植入的突破口 既然费舍渴望父亲的认同 那就在梦中暗示他 父亲其实很爱他 只是不想他继承家族企业 而是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为了让植入的意念更隐蔽 盗梦团队设计了一个三重梦境 三重梦境很不稳定 外界稍有风吹草动 梦境可能就会崩溃 这就需要药剂师的强效安眠药 让大家安心做梦 强效催眠的同时 会造成大脑活动加速 每一层梦境的时间都会加强20倍 限时的10个小时 相当于一层梦境一周 二层梦境6个月 三层梦境10年 成功植入意念后 就需要制造坠落感 让大家从梦中惊醒 一切准备就绪后 团队开始了行动 齐藤包下肺舍乘坐的扳机 让他们有10个小时完成任务 小李将特效安眠药掺入水中 让肺舍陷入沉睡 接着6人团队一起接入了肺舍梦境 这里是第一层梦境 天上正下着瓢泼大雨 盗梦团队截下出租车 绑架了肺舍 一行人本打算按计划行事 补料街上突然出现武装分子 二话不说 朝汽车发起了攻击 一番枪战后 几人驾驶汽车躲进了工厂 小李这才发现 肺舍受过反倒梦训练 刚才的武装分子 就是他的梦境守卫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追来 更糟糕的是 金主齐藤在枪战中中弄弹 已经奄奄已息 伪装师打算杀死齐藤 送他回到现实 小李却阻止了他 他们已经服下强效安眠药 死亡不仅不能回到现实 还会坠入更深的迷失欲 迷失欲有多可怕 只有小李知道 那里是潜意识最深处 时间几乎无穷无尽 小李和玛丽曾经到过那里 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二人世界 白头偕老 然而五十年后 当他们一觉醒来 重新变回了年轻模样 玛丽开始冒出一个念头 不管现实多么真实 他都觉得自己处于梦境 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为了拖小李下水 玛丽还给律师留下一书 说他的死是小李逼的 说完 玛丽就纵身一跃 留下小李撕心裂肺 小李被逼无奈 只能选择远走他乡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两个孩子 这些往事 他藏了很多年 没想到会再次面临 类似的危险 为了阻止齐腾进入迷失欲 只能尽快完成任务 让齐腾醒来 小李扮成蒙面歹徒 故意逼废舍 交出保险柜密码 其实是在暗示他 他爹有个保险柜 接着轮到伪装师上场 他假扮成废舍干爹 被匪徒绑了过来 干爹告诉废舍 亲爹在保险柜留了一份遗嘱 将会解散公司 接着又说 亲爹其实很爱他 只不过有他自己的方式 到此为止 第一层的意念植入 算是完成了 废舍知道老爹要解散公司 但是还弄不清原因 小李重新披挂上阵 逼着废舍说出一串密码 接着一行人上车逃离 准备进入第二重梦境 药剂师被留在这层 第二层梦境是一个酒店 废舍正在酒吧泡妹 上层梦境的记忆已经模糊 小李主动找上来 支开了美女 这个美女其实也是伪装师假扮 他在废舍钱包中发现一张照片 这可能是完成任务的关键 小李开始忽悠废舍 有人正在入侵他的梦境 而他是来保护废舍的梦境守卫 废舍信以为真 小李又接着暗示 入侵梦境的会是谁呢 一定是最能获利的人 这么一暗示 废舍立马想到了干爹 心里暗示 很快对潜意识发生作用 想到干爹 干爹就送上门来 废舍怎么认为 干爹就会怎么说 结果废舍更加相信 父亲给他留了遗嘱 要解散公司 可是父亲为何要这么做 保险箱里到底藏了什么 小李趁机建议废舍 何不进入干爹梦境 去那里找到真相 就这样废舍接受建议 进入了第三重梦境 囧色夫被留在这层 制造坠落感 第三层梦境是一个雪山堡垒 废舍父亲的保险箱 就藏在堡垒里面 此时留给几人的 任务时间已经不多 药器师和囧色夫 先后遭遇梦境守卫攻击 上层梦境的危机 也会反馈到下层 梦境一层翻车 梦境二层就会失重 梦境三层则会雪崩 药器师被逼到大桥上 不得不提前制造坠落 囧色夫在二层得到提示 将梦者全都移进电梯 随时准备坠落 由于梦境时间放大效应 留给三层的时间 还剩二十分钟 小李等人帮废舍进入堡垒 眼看就要接近秘密 小李却突然潜意识失控 投射出玛丽 干掉了废舍 与此同时 齐头那边也彻底狗带 陷入了迷失狱 佩佩见此情景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和小李一起进入了迷失狱 只要在这儿找到废舍 就还有希望将它唤醒 想法是好的 但是进了迷失狱 就是另外一码事 玛丽又开始阴魂不散 蛊惑小李留在这里 面对玛丽的执念 小李说出了真相 当年两人在迷失狱 享受二人世界 玛丽沉迷其中不愿醒来 于是将梦境图腾锁了起来 小李很清楚 他们处于迷失狱 为了唤醒妻子 回到现实 小李找到妻子的图腾 并在那里植入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就是 这个世界不是真的 他本来以为 这会让妻子回到现实 不料意念 却像种子一样 越长越大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让处于现实的妻子 选择了自杀 小李说出真相后 心结也就此解开 他同意了玛丽的要求 留在这里 作为交换 玛丽交出了费蛇 佩佩将费蛇一脚踢下 让她从梦境三层醒来 费蛇打开堡垒大门 里面是病危的父亲 父亲告诉费蛇 他不该成为父亲 而应该做他自己 说完就指向了保险柜 费蛇打开柜子 里面除了遗嘱 还有一只童年最爱的风车 到此为止 费蛇彻底接受了植入的意念 盗梦团队也开始执行坠落 迷失域内佩佩跳楼 三层梦境堡垒崩塌 二层梦境电梯下坠 一层梦境汽车落水 众人从层层梦境中苏醒 最后回到了一层梦境 小李独自一人留在了迷失域 他在那儿找到了齐腾 此时的齐腾已经在迷失域度过几十年 变得垂垂老矣 在小李的提醒下 齐腾逐渐找回记忆 伸向了身边的手枪 下一秒 小李从梦境中醒来 费蛇坐在前座 若有所思 炯瑟夫看着他发出微笑 齐腾同样苏醒过来 他拿起电话 履行了之前的承诺 小李通缉解除 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中 小李再次转动了陀螺 结果还没出来 小李就迫不及待 冲向了朝思暮想的孩子 桌上的陀螺仍在打转 电影也就此定格 陀螺到底停了没有 这里究竟是不是现实 或许答案并不重要 即使陀螺停了下来 我们也可以说 这时有人给他植入了意念 重要的是你选择相信什么 选择怎么够活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